诶 这事说起来就奇怪 事情是这样的 玩家与知名主播Mr.Beast开了一局生存 玩家将自己的小屋建造在两山夹缝中 他觉得这样就不可能有人能破坏掉 为了使自己的房屋装饰的更加温馨一些 顺着梯子 玩家上到了地面 他决定出去收集一些物资和材料 可在他走后没多久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便出现了 老规矩 觉得自己很牛的 请查案屏中的点赞按钮 让这个视频牛起来吧 诶 这不是国外知名主播Mr.Beast吗 他目标非常明确 静直的进入到了玩家的小屋 随后他掏出了一块开心方块 放入了坑中 在一旁放上了压力板 呃 这非常人性化 意思是想让玩家自己破坏自己的房屋 随后他拍了拍衣袖 不带走一点物资便离开了这 没过多久 玩家便满足的归来 他开心的顺着梯子 下入到了自己的温馨小屋 结果大家都可以想到 家没了 出去时好好的回来家没了 玩家通过摇晃视角 向我们表达了他内心极度的愤怒 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将开心方块 放在自己家了 这个房间就他们两个人 那一定就是Mr.Beast干的 玩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 就在这时 他发现前方不远处 有一个T字形和一块南瓜灯 他猜着可能是Mr.Beast打算做铁傀儡 结果还没来得及做 便发现玩家来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玩家决定自己召唤出这只铁傀儡 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 另一方面 他可以安全顺利的找到Mr.Beast 但当玩家放上南瓜灯后 竟然不起作用 会不会是摆放的顺序位置不对 玩家又进行多次尝试 但都没有反应 这就有些奇怪 但玩家并没有放弃 他又重新尝试了几次 终于一个铁傀儡被召唤了出来 有了铁傀儡的保护 玩家可以更放心的寻找Mr.Beast 可随后玩家不慎掉入到了苦力怕堆里面 还好自己身上有不死图腾 还好自己身上有一个不死图腾 要不然就交代到这 那得多亏呀 可奇怪的事发生了 自己刚召唤出来的铁傀儡不见了 刚才还跟在自己身边呢 玩家开始寻找铁傀儡 环顾四周无果后 玩家突然在前方水面下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虽然周围环境很黑 但可以大概看出这个物体的颜色有点发黄 玩家有点小慌张 毕竟没有铁傀儡保护自己 他赶忙后退几步远离了这里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到Mr.Beast的位置 玩家爬到了山顶 紧接着一个庞大的物体 从玩家身旁一闪而过 通过放慢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随即他又在草坪上发现了一个物品箱 打开后 里面全都是不死图腾 玩家瞬间贪婪的欲望涌上脑门 他一股作气全都拿走 前方高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牛的 请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保护一下不死图腾 正当玩家来到河岸旁时 他一回头 身后站着一个金色的傀儡 那不就是刚才在山顶一闪而过的 那个金色傀儡吗 玩家慌乱中 联盟将手里的不死图腾扔给了他 随后玩家的信息框 一个名叫不死图腾傀儡的ID说话了 他说他很喜欢玩家 能把这些不死图腾送给他 作为答谢 他愿意和玩家交个朋友 并帮他一个忙 玩家一听 这不错呀 接着玩家便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他 现在玩家有了帮手 Mr.Beast很快就要遭殃了 玩家还没反应过来 这个不死图腾傀儡 搜的一下就开始行动了 这速度简直惊人 在不死图腾傀儡的帮助下 玩家找到了Mr.Beast 他正在制作铁傀儡 就是现在 在Mr.Beast放置南瓜灯的一瞬间 不死图腾傀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Mr.Beast懵了 这是个啥玩意儿 接着不死图腾傀儡便找他发起了攻击 而另一边树旁的玩家 看着这一幕既开心又解恨 他发出了得意的大笑声 今天的故事又跟一个MC生物有关 玩家的朋友埃里克斯 就在刚刚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生物 玩家跟随了埃里克斯的脚步 来到了他见到那个生物的地方 这是一片茂密的树林 而那个生物刚刚就在这片草坪出没 可玩家一番排查过后 并没有见到所谓的奇怪生物 埃里克斯向玩家发誓 自己绝对看到了 游戏中不应该刷新出MC怪物的 因为自己已经设置了不声称MC怪物 玩家不确定埃里克斯是否说的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会是什么生物 让埃里克斯吓得面容失色 好了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大家动动你们开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扭三秒钟 咱们正式开始 玩家让埃里克斯先回住所 自己决定在这探索一番 可埃里克斯表示 自己不敢再玩MC了 他需要平复一下心情 说罢后就退出了游戏 现在整个游戏内 仅剩下了玩家一个人 玩家开始了对周围 进行全方面的排查 没过多久后 果然看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让我们发毛画面再看一次 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生物 它的身上还有不辣的 难道这又是一个嗜血的生物 玩家朝着生物出没的方向靠近后 只见草地上有一些不辣的 和一块头骨 看来游戏内确实有不好的东西 玩家又对那个神秘生物 出现的这片区域 进行了一番搜寻 除了一些MC动物以外 这里并没有看到 其他生物的身影 就在这时 朋友埃里克斯又加入了游戏 他询问玩家 是否已经KO掉了 那个可怕的生物 玩家说还没有 下一秒 埃里克斯就异常气愤的 再次退了出去 表示以后再也不和玩家一起玩了 我去 这对玩家的打击不小啊 今天无论如何 也得找到那个小东西 亲手送他隔屁 玩家提起了一百倍的精神 游过了小河 来到了一片黑森林中 在这儿的沙滩上 他发现了大量的骨头 这儿怎么会散落这么多骨头 难道那个生物 刚刚在这里出没了 前面高通预警 请各位胆小玩家 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 激活弹幕护体 剪完了这些散落在地上的骨头后 游戏内的天色也渐渐破晓 难道今天自己真的 就找不到那个神秘的生物了吗 正当玩家垂头丧气之时 突然他感觉在一旁的树后 有一个身影出现 玩家小心翼翼的走过来后 原来是一头奶牛啊 当天完全亮后 朋友埃里克斯又再次加入了游戏 埃里克斯询问是否一切安全了 玩家表示自己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 也没找到什么可怕的生物 希望埃里克斯不要生气 说罢后 玩家准备找埃里克斯会合 也就在这时 玩家在周围听到了咀嚼的声音 转过头去 一个粉红色的苦力怕出现了 接着玩家就被这只 Blood Creeper 送往了快乐星球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谢谢大家